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陕西西安 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是西安市的燕塔区 今天来到户外 这个地方是一个广场 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西安市最有名的一个地方 是首于是西安市的大燕塔 这里是西安市大燕塔的北广场 前面那一座塔就是慈恩寺里面的大燕塔 这个地方也是西安市非常知名的一个景点 有很多人来西安这边旅游的话 都会慕名到这个景区来玩 好久都没有来到大燕塔这边逛了 今天就来到这边逛一逛 因为今天也是全国这个开放的第二天 来到这个景区这边逛一逛 看一下这个景区目前恢复怎么样了 前面这边还有亚洲最大的一块 一个室外的一个喷泉广场 这个广场喷泉里面 每天定时定刻都有那个喷泉的表演 晚上和白天都有好几场 特别漂亮 往前面走看一下 在这个北广场的最中间 这边有一个雕塑 一本书的雕塑 大唐宝典 这个雕塑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本青铜器书本雕塑 看一下有多大 从远处看 能看着这个书的轮廓 这个书上面刻的是贞观之日 开源盛世的一些文字 上面有记载还有图画 现在来大岩塔景区这边逛的人并不是很多 因为今天才是开放的第二千 这个客流还在慢慢的培养 以前来大岩塔景区这边人超级多 人山人海的 到处都是人 我们再往前面走一走 走到大岩塔南广场 到大唐不夜城那边逛一逛 看一下那块怎么样 这个广场这块建造的也挺漂亮的 地上都刻的很多字 而且这个台阶上每隔一层台阶 上面都有好多这种人物雕塑 都是一些古代的一些诗人 唐代的一些诗人 有好多的这种雕塑 大唐文学家韩玉 这是韩玉的雕塑 有没有朋友认识这个地方 如果来到西安的朋友可能都都会知道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表演区 西安当初最火爆的那个节目 布岛温小姐姐 当时就是在这里火起来的 晚上会在这里表演 不过现在还没有开始 来西安的话可以来这边逛一逛 喜欢布岛温的话可以在这边跟布岛温小姐姐拍照 长安文化展览馆 这个街区两边都是一些唐文化的一些商户 可以在这边穿唐装 体验唐文化 非常的有趣 这里面就是大院塔慈恩寺的 慈恩寺寺最早是建于唐贞关22年 也就是公元648年 建造这个寺寺 当时唐太子李氏明的儿子 为了纪念怀念他的母亲 在长安这边建造了一座寺 建造这座大院塔 当初是为了存放玄奘法师 从印度取回来的经文和舍利 在这边建造了一座塔 这个塔最早是五层 不过后来经过损毁 附建维修之后 现在这个塔总高是64米 现在有7层 现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网红打卡之地 这个大院塔 很多人来到西安这座旅游 都会在这个大院塔前面 跟这 跟这座塔拍照合影留念 喷泉广场 马上就到大院塔南广场了 走在这条步行街上 从这块看人还稍微多点 稍微有点人气 因为马上天快黑了 来这块 晚上来这块逛的话 比较好看点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大院塔南广场 这边后面就是大院塔 前面有一尊玄奘法师的青铜像 有很多人来这边拍照 旁边还有大跃城 在大院塔的正南面 正对面 这边就是大唐布业城步行街 从这个街区路对面往前面走 这个街区超级长 大概有将近两公里长 现在我就准备去大唐布业城里面 走在这个街区上 带大家到里面逛一下 青春现在大唐布业城已经开放了 里面的节目好像也恢复了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赶上节目 现在街区里面完全是开放放开的一个状态 所有人都可以来这边游玩 也不用扫那个二维码了 也不用看核酸了 都可以随便进 韩元店 这边还做了一个韩元店的模型 前面这边是一个舞台 本来这边还有节目表演了 不过现在可能时间还没有到 现在还没有演出 再往街区里面走一看一下 钢琴步道 踩一下 现在还没有发光 这个之前踩的上面会有音乐 随着你踩步 发出声音和光的 现在没有开 街区两边有很多像这样的小房子 卖一些吃的 玩的一些东西 诗诗如意 看这个狮子漂亮 两只大狮子 中间有一面大骨 红彤彤的 色的漂亮 这里面还有一些雕塑群 本来这个也有那个 节目表演的 无稻子 本来这里面也有节目表演的 不过现在时间都还没有到 没有碰到 大家来这里的话 如果碰到的话 都可以看影视的 这个如果演出全部恢复的话 整条街区有20多个节目 演出呢 大唐全庸土雕塑 柳东元 王昌陵 这个是刘雨夕 诗情画艺 这块也有一尊狮子雕塑 武师呢 在大鼓上 踩着绣球 街区上随处可见像这样的 雕塑展览 我们现在过马路 来到第二个街区 我们现在过马路 来到第二个街区 看一下这组雕塑群壮不壮观 真观之志 这里面也有表演的 有那个真观之志表演 上面骑大马的就是李世民 全国示范步行街 大唐卓越城 全国示范步行街 大唐卓越城 增石头寺 这个做的好漂亮啊 好想搬回家 我现在已经来到这条街区的最南端了 大唐博越城步行街 就带大家粗略的逛了一圈 大家以后来西安的话 可以来这边逛一下 确实很热闹 尤其到了晚上 这里灯火聪明 灯光璀璨 晚上来到大唐博越城 才知道什么叫做博越城 超级美的一个地方